能夠商品寄到蝦皮智取店是不少人的選擇 不過對於個子嬌小的女生 恐怕就不是那麼方便 太欺負了 太誇張了 網友在社群上發出影片 表示自己身高150公分 包裹被放在最上層的最裡面 完全拿不到 影片發出後也調出不少受害者 有人說自己身高148 這就是為什麼他選擇不計蝦皮智取店的原因 最高層就算了 但希望店員不要推到最裡面 還有人用跳的 結果反而把貨推到更裡面 會油的時候會太低 手會伸得比較進去 像桌子嗎 可以趴起來 然後拿 對 不只需要墊高 還有取貨民眾反應 如果是放在最下層的最裡面 還有可能需要趴跪在地上 才能把貨物取出 建議蝦皮可以放一張凳子 在店內真的有拿不到的情況 就可以隨時取用 像我自己做娃娃機的 你放什麼板凳椅子 其實久了都被破壞了 可是久了久只只要惡意破壞 其實會灰心 所以說放嘛 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兩難 那椅子不便宜 那小張一張四五百塊 該怎麼做確實兩難 對此蝦皮表示 如果用戶有調整櫃位的需求 可以隨時和客服聯繫 會安排店員調整櫃位 並另外通知取件時間 避免拿不到的情況再次發生 再次王晴王沛花臺報道 謝謝王晴王沛花臺報道